它是英皇金融集团的全新APP Unified All-in-One 因为它一APP在手 已经可以轻易查看投资组合 出入金又方便快捷 还提供多种外汇货币队 以及贵金属交易 可以做到准确的实时报价 以及24.5%全天候客户服务 透过DFSG 互原积分计划 可以边投资边查积分 简单来说 即是我边 trade边赚旅行洗费之余 还可以活很多东西 例如机票 酒店 或者其他电子用品 请不吝点赞 打赏 acesso 请不吝点赞 讯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了各位早晨 来到我们新channel中环财经连线 有德成员在此 亦都有我们今天的嘉宾介绍 炮姐的 早安 早安 傑森 精神啊 你是否精神 當然精神啊 昨天突如期來的一天風假 是呀 那就多睡一個小時 我也很早氣熱身 本來我也在想 因為我自己在預期的風 即是打得成得來 應該會很早就完結 是嗎 我反而推測是有全日的日期 這麼厲害? 我看了它的路徑圖 雖然我不是讀這一科 但我覺得它這麼正 除非它只是90度過 如果不是應該很穩妥的 昨天我們的家旗 很穩妥 很多朋友昨天都有一個突如期來的風假 我不知道你們昨天在做什麼 昨天我也做了很多功課 雖然放假 但其實內地昨天有事 然後昨天內地也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數據 重要的美股就帶入了一個季跡 所以這一陣子 對於投資者 喜歡做功課的投資者來說 其實都是相當之關鍵 當然現在在我們這個直播室的朋友 很多都是炮姐你的粉絲 其中的Jason就說 郭Sir就夠正氣 炮姐又漂亮又正氣 賺炮姐你 多謝 還有很多朋友都已經說了炮姐你的口號 就是Timing is everything 大家記得多多留言 在直播期間 如果有問題想問炮姐的話 都歡迎你們即時在這裡 留下你的問題 稍後都會解答一下大家 還有我們也做了一個投票 因為港股在上個星期很少見地連升五個交易日 五連升升了成千點 但是五連升之後 究竟今天會不會斷纜呢 大家可以投票留意一下你的想法 究竟大家會覺得 喂不是喔 港股都沒有力升那麼多 應該會斷纜 還是昨晚美股 納指標普又創新高 港股今天會不會可以借勢 繼續上升呢 大家可以留下你的想法 我稍後都會問炮姐的看法 但是問炮姐之前 都想說一下今天有什麼焦點 大家值得留意 經理早的風格 剛剛提過 昨天有個經濟數據 內地公佈了 就是有關經濟增長的數字 內地最終第二季 GDP就增長6.3% 出來的數字 雖然比第一季厲害 但是跟我們市場預期 有超過7%的增長數字 似乎就有些出入了 如果你說整體 全國上半年計 內地的GDP增長就有5.5% 比中央政府全年的目標5% 稍為暫時高出0.5% 當然昨天也有公佈了社會融資規模 以及固定資產投資 似乎出來的數字 都是略比市場預期為止好 但是因為經濟增長的數字不好 大家的焦點都放在這裏 而我見到很多大行 都紛紛將今年全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目標 有所調整的 另一方面 恆大地產 大家好像很久沒提過 其實這隻股份是繼續停牌的 但是它昨天突如其內 公佈了它們在2021年 和2022年的業績表現 最關鍵的是什麼呢 我們見到它在去年年底 負債高達24,400萬人民幣 對不起 是24,400億人民幣 說的是二萬多億 真是相當高的負債 還有它們也公佈了過去兩年 合共是虧了超過5,800億 似乎這個資不抵債的問題 在恆大都相當之嚴峻了 至於騰訊大股東Process 近日接受了一個媒體訪問 它說其實未來都會計劃每一年 減持大約2至3%的騰訊股份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繼續為Process 進行一個回舊 不過它自己也提到 在這個訪問裡面 它繼續視騰騰訊 為一個重要的策略夥伴 因為它覺得中國的互聯網經濟 在接下來都是大有可為 但是我覺得好像有點矛盾 即是你既然覺得騰訊是好的合作夥伴 但你又繼續減持 即是我覺得有點爭頭 至於邱太科技發了一個中期刑警 因為它預料上半年的盈利 將會按年減少大約六成至八成 另外外圍方面昨天大家的焦點 當然除了辣子標譜之外 Tesla昨天也很厲害 股價去到290元以上 它在一個weekend Cybertruck正式出廠落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些片 都挺有型的 這個出廠落地之後 他們的同行福特 福特汽車就宣佈將他們旗下一款的貨車 減價 不知是否迎戰Tesla這個Cybertruck的出現 回來我們講故 看到我們今早早都是開始要跌 還要越跌越多 跌至超過300點 不如先問問炮姐 五年升 這樣就厲害了 但我想斷纜的乘數都應該相當高 是啊 沒錯 今早大家看看升級輪症之外的觀點 做淡了其中一隻ATM的股份 其實我認為指數方面在上個星期的大幅秋升 創了1月以來最大的升幅是1078點 但我常常想說 其實升幅方面是有的 但成交呢 我們那個 成交金額是很差的 我常常說 超級不到數 今個月來講 一天是1000億成交的 所以這一類型的升幅是一個非常厚著做淡的機會 但當然了 因為上個星期美國出了CPI和PPI兩個大數據 因為CPI的預期更加好 所以市場是夾了上去 但我們還是提醒了粉絲 上個星期五是有一個轉角市 有一個轉角市 即日嗎 即日 各盤路方面 很明顯你見到是沒有那麼咬 那些盤路已經開始縮手了 不是說不斷衝上去 散戶是這樣的 我們上一次和你做直播 就是我希望見到那個箱底 吳川1044 上個星期如我們所願 夾上來 但其實夾到頂上 亦都你看到這半年的台 一個區間很接近頂部 所以一定是在近18000點附近去鬧貨 然後去到19000點附近就訂貨 如果不是的話 很容易就變成一個高追的狀態 我自己覺得就會 嗯 所以今天就很明顯 就是反映著505年之後 似乎有些調整出現 我們見到 恆指現在跌超過300點 區回19000點邊緣的水平 不過我反而更加想問 因為其實昨天我們就 即突如其來的假期 港股因為打風就沒事了 當然內地有很多傳媒就有問 為何港股打風會沒事的 這個我們稍後再說 但是我們見到 昨天內地的數據出來之後 其實內地的股市表現已經不太好 你見到上證指數 深正成分指數和創意板指數 都是熱跌的 還有上個星期其中一個關鍵點 就是人民幣轉回強 但昨天其實人民幣 都是又再次回軟 會不會這兩個因素 其實都反映著港股的 這個短線的反彈 是有些少到盡頭尾聲的意味呢 其實我覺得是 因為我自己看很多大股的盤路方面 它的高位是不斷扔貨出來 還有你說再追的動力 亦都是非常之低的 那你說整個市方面 你說有些什麼的催化劑去令它再上 CPI、PPI又出齊了 然後GDP出來又不是特別好 車的消費方面又更加差 然後昨天恆大、萬科、遠洋方面 它的債務又開始爆獲 最恐怖的當然是恆大 負債5千多億 我是不是負債2萬多億 2萬多億 蝕就5千多億 就是負2萬多億 蝕就蝕了5千多億 但是你想想這麼多年的利用 都是1400億左右 其實基本上 它完全頂不了這條數 是將這麼多年來的分辛苦苦 奸營 因為這個政治投資法 是全部吐出來的 另外它的朋友 萬科和遠洋那些 未來的債務即將到期 他們也說明沒有錢還 所以你看到外圍債 美金債又不斷扔下去 所以我經常都叫大家 真的不要買內房股 你不要當它借大耳孔 還到面負債 又當它還了一條數 其實仍然是非常極度艱巨 剛才你在講心的時候 都跟我的粉絲說 真的不要吃虎了 我們的淡瘡 等下我們的終極支持 1萬9千02點 我們才會考慮吃虎 即是你覺得今天在1萬9點 暫時很短線 是有少許力可以受得到的 是會立即打下去的意思 都是會打下去的 即是立即打下去 手不手抖 都要再看一看 所以剛剛我記得 炮姐你說的 就是雙底 你覺得希望有機會 可以形成一個雙底形態 如果按照你這樣推算的話 其實橙子這一浪 是有機會回到1萬8點邊 其實你說1萬8點邊 距離現在做成1千點 其實你自己一看 現在已經是一個18號 是一個月中後長的位置 你說行波動性的 根本都行到差不多1,67點 我認為波動性是 面貼是做到的 所以這個星期大家的心情 就不要說完全行一個大彈變 可能今天跌400、500 可能又夾兩三百 然後這樣走來 機率是大一點 所以我認為大家 即時的應變能力 或者做盤能力 要應用出來 所以就變相 因為這個月的波幅足夠 所以接下來 至少今個星期 可能是一個軌跡上落 或者如果我們做 就是反彈開一些淡倉 如果跌到差不多 又開一些好倉 這樣就要看回臨場的應變 因為其實每一天的支持和阻力位都不同 例如我給聊天室的朋友來講 我每一天都會更新到支持阻力位 這個是比較上移動初位的做法 以及彈性要去實戰少少的做法 這個來講大家都要留意 其實今個星期 除了Tesla 或者是很多大企會出業績 高盛、美國銀行等等都會出業績之外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峰會會舉行 包括G20 印度那個 亦都是晶片大會 或者是網絡大會等等 可能有些達官貴人 或者官員去講話的時候 其實大家記不記得 上個星期 市清算是為什麼 因為李強說了 又要幫平台經濟 所以你的市是夾起來 但其實你實際上 是不是很有幫助呢 對平台經濟 不是的 但因為說一下 你很開心 但始終大家思考完之後 會有一個真實的反饋出來 明白嗎 所以大家 今個星期 我認為要小心一點 是的 我認為要小心 不過昨晚立試飄譜又再破頂 真的相當之厲害 剛剛炮姐醒了大家 今天她說19,02點 即有機會去打了 其實很快 現在最低位19,02點 就是相當之快 沒錯 炮姐剛剛分享了內房 2.4萬億 剛剛小生就說 其實現在恆大還有沒有人上班 他欠那麼多錢 其實我在想 他能不能出錢 這也是一個問題 其實他的員工 要逼他們買樓 是家人來的 你那個打工要逼你買一套樓 如果你沒有錢 就要找家人借 很古靈精怪 所以其實我覺得內房 這個問題 是自己政府搞出來的 我覺得他也是慢慢放棄 就是好像美國 其實我想恆大會不會倒閉 但其實上個星期回到大陸打球 還有考察 不是的 其實周圍都是恆大和萬科那些商場 那你找人接管 都沒問題 誰接啊 這麼大的盤 阿爺 阿爺接 我覺得阿爺不讓你死 又不讓你生 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我的策略就是 全部避開這個辦法 不過在我認知當中 其實你一向都叫大家 不要迫反大 什麼都不要 我明白有些人 可能一升少少 又會說要追 我的取態 我不會追 因為其實 它根源性 它是沒有改變 它是劣質的 你肯定追的 可能你是追了一棍 十個百分比 但一打回來十多年 你會嘔吐的 如果一般稍後來說 你們是不捨得走的 這個更加大鑊 明白嗎 是的 Jason提醒了 還有一個行詞 大家記不記得 它是電動車 我不知道它的廣告 是否在對面海 我經常沾沾著喝 我不見 你見什麼 我當時好像年頭 去年都是見到 他有錢賺錢 他那個FF圖 那六輛車 但角落很跌 自己有一陣子買得很行 這是虛構圖 還未出 但不是說 它已經有型出來 可以買的 那幅圖 但有些車是很少 那些人踢爆它 說間堆脆得很多 根本就是超級少 嗯 好了 講講行詞 終於穿了萬九點 已經到達我們的 是的 炮姐今天的目標 就已經到達 那是否那些人可以 短線慢慢吃 是啊 這個就是超短線的操作 大家可以值得留意 Jason都說 行詞第三次試跳都失敗 如果今次打下去 真的不是開玩笑 大家看看怎樣想 炮姐就提醒了大家 會不會有機會試個雙底呢 但是本身今個月的波幅 都最低的要求 其實都達到了 那另一個因素 就想問炮姐 長遠一點點 因為昨天公佈了 內地經濟增長的數字 6.3% 是 和市場的預期 就真的很有出入 因為本身市場 大部分的大行 都預期至少有7%或以上 6.3%雖然比第一季厲害 但始終都是不及預期 還有我看到大行 即是隨即是立刻立刻 將今年的經濟增長的目標 全部都下調 例如花旗就去到5%的目標 那其實是否都真的 在內地的經濟增長 問題是挺嚴峻呢 其實我覺得那個經濟增長的問題 就是我們那個人口增長 有些的去到盡頭 行業方面也有很多的內卷的情況出現了 其實你說經濟增長 首先有三條支柱 第一是基建 第二是樓房 第三是消費 其實你見到樓房方面 已經跌倒了 你說基建方面 其實你說強行上馬的話 都是要有另外的投資 其實你看到之前的基建股 譬如建財 或者是中鐵 那類的股房 是升了一層的 不過現在你見到 紅一聲的打回來了 其實你的消費方面 你見到其實GDP有條數 就是說那個人均可控 是跌了十幾個百分之多 就是說每個人可以移動的錢 是再少了 那在消費方面 其實是 再增長是有些難度 因為你見到其實很多大企業 說的是什麼 財源、炒人等等的負面消息 那如果你說經濟環境 不確定地下 我怎樣去做一個大型的消費 就是股票不好 你都不會吃魚子撈飯 你都要吃碗仔翅 所以大家來說 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中國這個疫情復償之後 其實那個利好因素已經要出來了 接下來都要看回中美關係 或者是它的內側 究竟是怎樣去調控這件事 還有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剛提到的 就是實質就是 那些人根本就 我都不知道是沒有錢消費 還是不願消費 但是另外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失業率 其實始終都有些問題 整體昨天公佈的數字出來 中國的失業率是超過5% 但是年輕人的失業率是高達12% 是啊 又破頂了 連續 就是他們沒有東西做 其實他們是其中一個消費能力 都比較強的一群 還有他們想消費比較上即興 因為其實它有 消費能力是一強 所以路高堂下又沒有淒房 暫時消費力最強 你想想最強的消費力那些 都沒有東西做的 或者你說做網紅 現在很流行 其實你看到數字出了幾乎九成多 只有五千元留下的收入記者 即是做網紅 是的 人們經常覺得做網紅很好 開過攝影機 然後說話有錢收 其實這個是在做夢 我自己都是一個網紅 為什麼呢 因為你前期的準備好很大 我想說第一 第二就是說 你去怎樣圈著一群人 長期去給你一個貢獻 利益你 那你有什麼東西跟人家交換 炮姐都懂得說指數方向 或者帶你賺錢 但是他們來說可能是根本毫無技能 或者輸得不太多 那這個來說 其實我比較關注上面 是國外的民心問題 令到那些人躺平 或者不願意去搏 那其實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自己看上網的資料 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在富士康那裏 做那些什麼 整iPhone那些庇護工場 一個月兩千八百元替身 每一個禮拜 不斷加十幾十個小時 一個月多少錢 都是五千元 但是那些人是基本上賣身 但是如果他們的生活水平 例如消費 因為現在沒有什麼通脹 如果他們的生活水平高 其實都能足以過活 生活到 但是消遣不到 消遣不到 完全沒得消遣 是不是 即是說炮仔唱純基 都要百五元 人品幣 百五元 是啊 百五元是不限人數 我十個人去都是百五元 每個人百五元 其實都不算好 不是每個百五元 是一間房百五元 其實不太貴 很便宜 很便宜 所以我現在都不在香港唱K 除非會所 如果不在香港 真的不用想 其實生活水平的洗費 都不算很高 如果我們香港人賺的錢 拿出來洗是很小的 我很想說 但是你說 國內人賺的錢 只賺幾千元 拿百多元唱K 這個就是高消費 所以這個大家來說 都是要看回 而且我覺得內地 為何人們不太捨得消費 最主要是沒有什麼信心 你說買喜茶 十幾二元一杯 沒問題 但這些樓房 大型投資 他們不是很夠膽 因為你見到 之前很多的房子 是改了這些房子 明明是雙品房 雙住房又改了 不讓你賣 不讓你租 令到人覺得買回來 第一 已經沒什麼升值潛力 第二 租又租不到 或者租不到一個好的價錢 所以來說 這也是令到人民卻步的原因之一 我自己覺得 我們的經濟問題 還是比我們想的 可能為之艱鉅 但是我們經常都憧憬 或者說的就是 會不會有舊市措施 月底就這個 中央政治局會議 就會舉行 大家都在想 會不會有些定調出來 甚至有一些政策出台 如果我們看今次的經濟增長數字 你覺得在接下來的時間 內地會不會還有一些 財政政策也好 或者貨幣政策也好 可以出台 其實它會因應市貌 我自己覺得 它有些特別差的情緒 所以出來鬥著 但是你說 近期來說 我覺得它就不會有些 特別大的政策再出來 即是如果差差就鬥一鬥 對 但它不會勁鬥 然後再按一下 你不要那麼刺熱 昨天都說了 人出GDP 就是說這個 防住不炒政策 是堅持的 仍然堅持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內房股 都是一般的 人家都說 房住不炒 其實你說買樓方面 一是要住 就是我買樓自己住 第二就是說 如果我買第二層樓 我當然用來炒 要升值或者租值是有的 其實我都沒有買第二層樓 為什麼 因為我香港買樓 我自己不是太看得到前景 你看到報紙都說 銀主盤是很多 今天207迫位完 已經跌了5% 跌了5% 所以為什麼我自己說 死都不會是少少好的因素 就是還了少少債 又說要鬧 要吃 其實你看到你之前 可能是六月份 你選擇鬧的 都吃到三兩毫子 但是你看到很快 一聲打過來 甚至很快 我相信它又穿回底了 這些股份 那大家要是 絕對一個小心來講 這個絕對要小心 好 所以大家留意著 我們的經濟因素 看看究竟 那些 我都不知道 如果要照阿帕 這樣說鬥一鬥 那似乎是治標不治本 沒有解決過根本的問題 我們講講一下 其實行指 叫做穿一穿萬九之後 暫時都站得反 在萬九樓上 但是跌幅仍然都是超過300點 那我們看到 上個星期的升市裏 給得最大力的 一定是科技股 剛才柏子都說過 國務院總理李強 會見這個平台經濟的一些管理層 接著就直接說 其實平台經濟大有可為 那大家就突然間 對這個內地的平台經濟股 就重新有一個衝勁在這裏 但是這個衝勁 只是維持了不夠一個星期 今天來講 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 不如我先想問回阿帕 其實究竟是因為市況太差 還是因為ATMXJ或者平台經濟升得太多 所以今天有一個調整 還是真的李強說的話 大家講完之後都覺得 想清楚了 都好像暫時沒什麼用 你怎樣去平衡呢 其實我覺得李強說的話 是很忠性和很恐怖 但不知道為什麼上個星期 昨天我剛才跟粉絲說了 某些股份有些股份 是影響到他 其實已經固有和存在 不會因為這些股份 令到他再上升 他最大來說 一定要他的成交再推上 才有力推 如果他成交不升 不斷夾的 那叫做剛夾 但你說剛夾 我們一味喪沽 其實沽也是一個技巧 我自己覺得 你要看盤 整件事真的逆轉了 你才做一個反手的動作 再去沽回他 但你說我要去爆升 大家看看數字 2021年的平均成交是1600億 那你說去年的成交是多少億呢 1249億 今年初半年的成交是998億 就是告訴你 其實我們這幾年疫情之後 市方面是交在這裡 因為我們當年的波叔 減加了引花稅 令到我們香港的吸引力 無論是集資的程度 或者是成交的程度 也都是低了的 我認為除非突然出現正式投資法 說我突然間減花稅 吸引外資 再來香港投資 是先會有提振的作用 但這個什麼時候出呢 真的不知道 如果李強說話比較中性的話 其實會不會上星期的科技 會不會上星期會升過 我覺得絕對是的 因為其實你說那個業績已經出了 整個業績已經出了 那你說批遊戲的繼續批 美團的叫外賣繼續良好 繼續良好 爸爸的分岔準備分岔合馬 這些是繼續上星期的 已經沒有什麼特別多的新東西出來 所以我自己覺得上星期升多了 上星期很明顯的 不過又這樣說 我知道炮姐 短線操作 非常之有心得和經驗 當然如果你說上星期升多了 最佳的入市做淡時機 應該是上星期五 但今天真的跌了下來 其實如果現在這一刻 先去追淡 例如好像ATM 或者好像阿里巴巴那樣 因為其實阿里巴巴在上星期 是升得最厲害的那隻 去到95元 那如果現在先去做淡的話 風險大不大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40%法則 你說不做大的風險 我自己覺得不太大 但你很多人說 今天即市的 已經達了三百多的粉絲 是上星期五 推了它 昨天怕了一天 因為打風 不用怕的 沒有市開不用怕的 以它的爆炸力 炸下來 不是大其權 如果你說我買州權不推 你一天的時間就很厲害 如果你不做就很麻煩 但我昨天也跟你說了 昨天沒有事 但也沒有事可以做 它將東西堆積在今天 所以是沒有事可以做的 但方向對是沒有問題 昨天連夜期都沒有 沒有啊 我只是想說 如果方向對的 其實這個是幫助你 第一它是打下來 第二 因為昨天沒有事 它的波動性 全都在今天 那就走快了 大家也很驚訝 為什麽18分鐘到達 我們的食股價 就是因為昨天的波動性 全都在今天 所以今天一定會更加波動 對 也很少見單日波幅 有三百多點跌下來 就是一個多月前 阿里巴巴 今天來講 又去到 最低曾經穿過90元 暫時都是靠方向 當然 另外騰訊方面 也有一個消息 就是他們的南非大股東 不是 是南非 之前是Process 就是他們的CEO 接受了一個傳媒訪問 他說 接下來每年都會繼續減持騰訊 2-3%的部分 他很艱苦地減到終於25%的流口 但是我覺得 我剛剛也說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想怎樣 他這一頭就說 我會每年減你2-3% 但另一方面又說 其實我也挺喜歡騰訊的 我會繼續跟你合作的 又覺得對中國互聯網經濟 就看好的 其實我不太知道他想怎樣 其實我覺得 他最主要就是賺了幾千倍了 他任何價位丟出去都是賺的了 你看到他沒有的這方面 盈利在疫情之下是差一點 就像Software 狂顧 你爸爸一樣 本身 救自己 你很好 就像Aeromars Good Tesla Tesla Tesla是否不好 昨天出了Cyberchart 挺漂亮 但因為本身要等錢 他又要做一個很輕的藉口 不要嚇到市場 都倒閉 因為我整首貨都不希望他跌 他就會用一些語言的藝術 其實你很好 但你又因為這個因素去沽 但其實他都要沽 不差的 他用游戲業務 他有鎖業務 他都是一個很強的護性號 例如炮姐回去三天 每天都用到這三個東西 阿里巴巴淘寶 每天都淘寶 美團 外賣咖啡 什麼都好 我看你香港都用吉他 我用一次而已 那你用吉他 吉他 正常 但因為你回到國內去消遣 那個商業程度太高了 譬如我買了一杯咖啡十幾元 包送到門口 香港一定不用想 第二 香港版的美團 我點了一個點心套裝 八幾都不到兩百元 他運費是五六十元 這麼貴? 是啊 但在我家旁邊兩條街 你覺得 我會想叫 算了 不如叫國內去買 但為什麼我會用 就是 因為我想試一下他的服務 所以我覺得這些外送平台 除非我住山卡 山頂 或者住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但是運費這麼不吸引 香港就沒有興趣了 你現在兩百元 你將單二百元 但是運費五十幾元 即是你加二 你不加二 有一次我不相信 我叫麥當勞 他又沒有飯 不知道沒有一塊蛋 還是沒有了什麼 覺得很貧乏的 但你收了六十元 他還說免運飯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 在我家的東西 攪拌出來 所以我就說 算了自己下去吃 不用給你穿摩薩 我的蛋 不過我想在內地 大家都習慣了 阿炮姐就說 你又會用這個淘寶 美團又會叫外賣 其實在生活裡面 會用得到 但始終真的升得到 不過我回到騰訊 不好意思 拆開了你 騰訊 如果純粹從股價來說 我覺得它在ATM來說 都算是比較硬正的一隻 你看走勢 波幅 過去兩三個月來講 其實不是很大 剛剛我們說過 科技股如果能夠做淡 也可以是首選 但是騰訊做淡的話 如果以它現在的態勢 或者整體的前景的話 是不是未必是你的首選呢 其實騰訊來說 我自己覺得 最大的陰霾都是南非路 當然它每一季 它自己都不斷送回購 但是這件事 跟南非路都好像 Super打和一樣 你說它那個 太大的動力 我覺得未必有著的 我未必有著的 除非突然出個遊戲 突然很銷售 好像之前那些 吃雞遊戲等等的遊戲 令它的收入不斷上去 其實我覺得騰訊 它本身那個業務方面 戶城河救心 支付或者遊戲方面 都是很厲害 第二它的團隊方面 是很多錢去深耕這個業務 大家知道 整個遊戲 其實你普普通通 那些都是幾百萬美金的了 請一個programmer 一年 八萬年薪是基本的了 那是普通的 中央不是特別厲害的那些 所以騰訊方面 其實我認為它有優勢 第一 我之前也跟同學分享過 它有很多錢 它喜歡就收購這個 喜歡就落下那個 所以你覺得 為何爸爸有雙湯 那麽多東西 你想想 如果你的技術 已經是現成出來的 我的大把錢 我直接賣起了你的技術 鑲到我那裡 是不是更快 我自己研發呢 這個是真的 所以大家也要另一個迷思 千萬不要覺得 騰訊投了 爸爸投了 這間店前景無限 因為我看到很多 他們之前落了必的公司 都是跌下去的 所以其實 因為它多錢 多錢 他買了幾隻袋 不代表他喜歡那隻袋 或者不代表他真的喜歡那隻股份 這個大家都需要留意一下 好 所以大家留意著 騰訊暫時跌超過2% 至於阿里巴巴方面 都超過2%的跌幅 美團方面 也是跌超過2% 我看到大家 記得繼續 繼續給like 我今天還沒說300個like 那些like馬上馬上 嘩 那些like馬上放下去 搞錯了 麻煩你給like 目標300 看看阿炮姐有沒有東西 不過我看到有些朋友都很好 例如阿澤古 他開幾個帳戶 就支持阿炮姐 多謝你 我看到一位朋友 也有個問題想問 等一下 我找回他的問題 因為他就是想問Tesla Doris 他想問阿炮姐 Tesla 星期三 應該就是沒有記錯 星期三晚 美股收市之後 就會公佈他們新一季度的業績本 他就說 你覺得在業績之後 我不知道他想說業績前後 究竟Tesla Tesla這隻股份 還有沒有繼續會上升的力度呢 現在值不值得買 買正股好 還是用其他工具去部署Tesla 會比較好呢 我一定會用其權 因為每次出現業績之後 他都會有一個大幅震盪的Tesla 這隻股份 還有他剛剛出了Cyber Trail 真的有一個車 下了地 你買了電話嗎 你喜不喜歡嗎 我就不會買了 那你不用買 他覺得是科幻 因為它是Cyber 很Cyber 你知道香港的停車場很大 我都覺得拍不出來 我的Model S 經常去到他都思考了大輪 會否入到 會否很窄 令到我很害怕 其實我已經在想這件事 我見到Sumpertron 我一看就知道他極肥 Model S 所以我肯定不會買 但你說看不看得好 我覺得OK 因為它一出 死隊頭的福特 將F150 立即減了一萬美金 對 立即迎戰 所以其實價格戰來說 你看 這輛車 不錯的 不過我不覺得 但他連門柄都沒有 但我不覺得是一部貨車 對 像那些電影的車 我真的知道 舒馬哈麥瓜 30年前 那種感覺 我看到他連門柄都沒有 我認識的貨車 是好像 Van 對 貨車 我想怎樣擺貨車 擺到的 後箱應該很大的 我覺得這輛車在外國 應該有market 香港應該差一點 我想也會有的 但不多 沒有的 香港也沒有 你看到他去美國很成 之前Model S 我拿了一個訂單 被人剪輯 就說不出了 現在 所以其實他也很看市場 出了有貨款 但我覺得他也有一個 話題性 還有我接下來打算 在大陸拿回一個車牌 試駕一下不同品牌的車 你不是說想選比亞迪嗎 我記得之前 我現在被亞迪 不選擇他 可能有 為甚麼呢 因為我上網看到 那個投訴榜 你知道嗎 之前跟你說我想買海豹 海豹那些客戶 投訴他三個月的椅底 山售 椅底 是的 山售 山售 是的 也挺煩的 還有他的投訴榜是1500 還有些甚麼呢 除了椅底之外 還有他那些感應器 各方面 不太行 不太行 就是仍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還有他的投訴榜 他有1500、6個 人家下面那顆 加起來也不夠多 其實海豹呢 老實說 一看就知道 他一定未夠完善 所以現在已經轉投了 這個Benz 或者波子的懷抱 暫定了 不過看著 我當時不知 看看有甚麼新款再減 暫時來說 如果真的不行 那算了 買回Model Y 我們回到Tesla Cyber Truck的出現 剛剛波子也說過 複特的即刻減價迎戰 估價來說 我們看到昨晚Tesla 都升到290元 距離另一個大位300元 其實都非常之近 但剛剛Doris也說過 接下來就出業績 波子也分享過 業績之後 Tesla都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波動性 如果你說過300元 就叫他 小小鑄馬 但你會不會業績後才做事 當然不會 我肯定是拉近 就是出那一刻做事 但他收市後 甚麼呢 他那些期權 期權 你便下一張半張 可能有爆炸力 就要周拳 可能是倍數 即下10元 賺50元 沒有底 但你就會等他有機會 衝上300元 之後才再來 不是 之前 你衝不到 那便輸10元 衝到便賺50元 那現在便會吸引 其實我覺得是的 還有你還有時間的 還有幾天 即是你賣到去 賣到哪裏 然後還有一個部署 還有今個星期 我昨晚補集 跟我的粉絲說 你有很多 台積電又出 Tesda又出 美國行動又出 高盛又出 全部都有爆炸奇權 所以今個星期 焦點就是 我們的美國業績 還有各大峰會 大家留意一下 人們說些甚麼 好 這個是阿豹姐 你再記憶 還有Netflix Netflix和Tesla同時間 就是星期三 未顧收市之後 亦都會公佈業績 剛剛我們就說了Tesla 回來 其實今天 香港的比亞迪1211 其實走勢 都比大市場 暫時來說 只是輕微偏遠 跌不夠1元 比亞迪1元 比亞迪很大 他本身昨天 我覺得應該是市場焦點 因為他週末出了一個型起 就預期他們上半年 差不多兩倍的增長 厲害 真的算是這樣的 OK 而且我回到深圳東 全條街都是甚麼 比亞迪 我估計佔了差不多一半 我看到的目測 那些電車 的士全部比亞迪 還有他那個 護城河是強的 還有他大把錢 做研發 充電座 我都說了 車仔股真心長遠 真的比亞迪 你說理想 他銷售市很理想 那些是短線 自己覺得 都是獨化期間 OK 但是 你剛剛說 他有很多 Defed 就是有很多 被人投訴 這個會不會有機會 成為 比亞迪 我們要一個 小心翼翼的一個點 因為 其實他最賣的那些 都不是海豹 最貴是海豹 最貴不海豹 最貴是U8和U9 那兩部叫做 好像林寶那兩部才是最貴 其實我自己覺得 因為他已經是 很多年來 直入了他的民間 除了我們自己的私家車之外 他的的士 或者巴士 其實很多公營的事情 他已經做了 其實我覺得 他的戰線是很趕闊的 當然 你說那個 私人車的市場 這個政府的需求 一定是大一點 所以來說 大家都要去留意 這些事情 只要他多下一點錢 那些座位便不關手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又不是太擔心 在股價的表現方面 你覺得 比亞迪 今年還有沒有能力 可以挑戰到 今年的高位 272.8 其實那時候 好像跟你做直播 268 上了去 如果大市是一起上去 他每個月的月底的數據 都是合格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其實暫時來講 這個憧憬也有在 因為你想一下 我們剛剛看到 6月的銷量 其實他也是第一名的 還要說 其實我覺得 他的業績也有一個重點 就是 他說去年已經是高基數了 是啊 他還做到 那豈不是厲害 是啊 那豈不是厲害 所以就是說 比亞迪 為什麼一跌下來 是值得去罵他呢 就是說他還在 還有你記得 他越多的銷售師 越好賺 他再投資 他的贏面就越來越大 比如說我有錢的 裝新的 再去選美 他的贏面也大一點 那你說我本身都沒有錢 那怎麼辦呢 搞不定 這個就龍頭給阿迪 原來看一看 電動車三數 今天其實是OK的 OK的 你上升超過3% 然後蔚來就靠穩 然後小鵬呢 也都是差不多接近百分之的升幅 真的說真的一句 算是逆史奇葩 就是電動車的板法 在過去這幾個月 但是炮車在這個策略上 但是他們已經是很高位的了 你好像理想那樣 上次就 上個星期 一升新高 就在逼百五元 然後回到來 今天又想再嘗試挑戰 149.8 暫時還未穿 但是他這些種種欲動 其實他應該是有機會能夠 能夠一級高於一級呢 我自己會傾向是一個不太理會的感覺 因為其實他一到月底一出的銷售數據 他又大幅波動了 但是你說形態上面 他是英俊的 你說三傻之中 理想是最不傻的那隻 整個走勢方面 是啊 所以你是不動它 不動它 另外那兩隻也是 小鵬為了 小鵬為了 小鵬為了都不太理會 如果真的要選 就只選一、一、一、一 是啊 沒錯 不過其實都真的只有這四個電動車厲害 我看回傳統車 今天是不行的 當然不行啦 175吉利跌2% 我都說了很不吉利 那些人經常都問 喂10元到不到 喂無可能啦 長城那些算吧 OK 因為這兩個都是 像那些七八十年代的人這樣 就是 他都不是會在現代的 這兩個車的那些車 就是我見到 整個商場有些什麼 零跑、極黑 那些車 但是你看到長城很少 很少 我都經常見到 好 這個是汽車股 大市都還在跌300多點 不然另外 其實近期就有很多型體刑警股 剛剛我剛剛就說 1478優泰科技 就發了一個中期刑警 預料上半年 他們的盈利 往年會減少60至80% 當然它有很多的因素 原因啦 有疫情啦 喜歡賴啦 股價今天都跌了4% 其實如果你看到形態 都算是幾差 其實它根本就是一個 教科書級的下降位 就是說 因為這個手機的出產量 其實你看到Android機的 售價是特別不好的 或者大家都用智能電話 我用iPhone很多年 Android很多年 其實我近年都很少買電話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性能不吸引 我們以前可能說 讀書年代 中學年代 拿了一個Canon相機 300萬像素 很猛猛的 然後入電 又不斷換 已經很happy 其實進步空間很大 然後用了一些電磁式 片狀的電磁 讓磁行力強一點 像素素高一點 經歷了十幾十年 不斷進發進發 到今時今日 你說相機 一個1萬像素的相機 和一個5千萬像素的相機 在我們普通電腦顯示出來 什麼分別呢 老實說 所以就說 其實我們那個進化 已經暫時去到盡頭 當然你說出摺機 在鏡頭上再次競爭 老實說 那個的成熟程度 亦都不夠 我們也是研究了華為幾部機 那個銷售師跟我說 P60的影響功能最厲害 Mate 50都沒有那麼厲害 你說摺機 完全都走在耳邊 所以就是說 技術未走前 亦都去到頂部 而且你看到優泰 本身都是最主要的供應商 都是大企 那個耳隔能力是超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版法 都是要避開它 除非有些什麼 即整個手機設備股都避開 是的 譬如瑞星 阿優泰 傳訊與歌 我都會避開它 因為其實你看到 他們幾隻的走勢 全部都是一個很下跌的走勢 即是你說 它會回到以前 我反而會怕 會不會有一個再創新的技術 整個取代了它的產業鏈 那就拜拜了 那小米呢 小米其實它有不同的 最近小米 我有經常 銷售那些粉絲 賣它的水牙線 什麼來的 它就是那些 水牙線 水牙線 入水的 然後好像牙線 將你的烏狗打出來 叫做水牙線 我經常叫那些粉絲買 即不是那些電路牙策 不是電路牙策 OK 幾百元 三百元 如果那些菲利普那些 你經常說 五六百元 其實我覺得小米更好 很多粉絲賣了 我經常都很推薦大家 買不是買小米的股票 是買小米的嘉賓 因為小米 因為小米 它最大的佔比 都是手機 是啊 沒錯 其實你說它的手機方面 老實說 我那天和我的朋友喝茶 如果我同家一定買榮耀 為什麼 因為榮耀是用華為的那副 但它又可以用Android 但是你說小米方面 第一個brand 就是你拿一部Apple 拿一部華為 拿一部小米 就是branding方面 小米已經輸了一節 當然我認為 它自己的生活產業點 有些影響 它那些產品是性價比很高的 買一部磅百 一百元 一百五元 我買了它幾個包包 三十元一個 所以它這個品牌形象 它做不到Cardia 或者做不到LVMH 這一輪的超級鮮 明明一個袋 價值幾百元 或者幾萬元 它做不到 不可能做到 因為我們做人 有六秒法則 將那個形象 打到腦裡 是很難去改變得到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小米方面 雷軍有一個很錯的點 就是迫著做車 因為這個觀點 它是非常錯的 如果一個人是迫你才做車的話 我認為它做不到車 但如果做到 亦都不會受歡迎 這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大家要小心一點 最慘是它投資了不少 是啊 沒錯 因為其實你又投 我又投 好像以前的人投的珍珠泥塔店 投的葡萄塔店 投的葡萄塔店 尾水入的誰贏 個個都輸錢 其實它亦犯了一個錯誤 你一定是做生意都要有40%法則 為什麼呢 你要知道那個韓越風味 譬如今年是什麼年 今年是一個TrapGPD大年 亦都就是說 對一些很多的 伺服器有一個需求 但這些就是那個 的韓越風向 前幾年就說這樣做車 現在已經做NFTV的TrapGPD 未來這一年不知道會不會是做到呢 所以來說這個大家都要留意 好 所以整個手機產業 阿炮姐都看得不好 另一個比較重大的新聞 就是今天來說 股價就不太強 國美零售493 以前就很厲害 以前大家知國美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公司 但是近年就有很多問題 其實它今天才是復牌的 因為他們剛剛才出到那份業績 最終去年就虧損200億人民幣 但是核素市 就對於他們能不能夠持續經營 就無法表示傑 即是就質不 估計今早早就先是跌穿了一毫子 但是現在就咬腰上來 其實我想問國美這件事情 當然我深信你不會叫人有任何部署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有沒有啟發性在裡面呢 其實國美的老闆出來之後 黃光源 是的 曾經做過什麼誓師大會 又是將自己回復到最江西的時刻 其實這個股份 是我剛剛炒那本18歲的時候 是十幾年前的 但是其實你看到近這幾年 我們已經變成平台直播去買東西 或者炮姐前幾天去三母超市 昨天我自己的Live都分享了 有很多的油力在裡面 裡面是很多不同的產品 包括電器 國美是賣什麼是賣電器的 以前小時候爸媽去帶去什麼 封閘或者爆會去看 現在其實基本上你不用的 你上網去HKTV Mall 或者很多網上已經是 直接送到家門口 不需要下來的 但我想跟大家說明 國美在7月10日才開始搞平台直播 大火禍 那你真是死眼了 人家各個隔力的老闆 董明珠這麼厲害的女強人 幾年前已經是 自己帶貨賣冷氣 但是國美要GG到現在 將那個銷售市打下去 那些店鋪不斷倒閉的時候 你傳統這個業務 是一定會被人取締的 我覺得現在是玩的 一個線上加線下的結合了 就是說你在這裡買一塊 是一萬元的 你不用怕的 我們有實體門店 你可以過來感覺一下 你做一些退換 各方面 就算HKTV Mall 他有很多門市給你們拿水果 所以就是說 他已經錯過了這個行業封口 是完全錯過了 包括這個直播行業 包括線上線下 要去結合轉型 他仍然是用一些舊手段 就是可能一些推銷 普通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國美即將會佈了一個 滅亡的狀態 大家千萬不要買這些股份 剛剛你也說 他還可以繼續經營成一個問題 是啊 不過他很有錢 以前咯 其實老實說 你看一下 恆大以前也很賺錢 你看到一年都燒光 所以就是說 不要看到以前這麼豐富 薩拉光輝不代表泳衡 所有公司做人都是 之前好的 不代表現在好 馬雲都說 柯達也好 很多的行業 要死亡 一年就拜拜 是的 他有變 不過變得太遲 就是個個都抖音 美團 快手個個在銷售的時候 你還在實體店 前幾天才好像愚夢錯誓 好久我也做 就是說 品牌的面望是很快的 就像Sbit 香港 我們小時候都很HIT 330 現在哪個有 每個都Sara和H&M 那些銷售就減少了 是的 然後就說他們的款式都很漂亮 是的 我也因人而異 這一個就是 好 繼續說說 很多朋友就說 不如放一隻380 我剛剛想過 其實也有得想 之前港股升了上來 上個星期終於有 一天有一千億的成交 但是阿炮姐 你一開始已經說 其實現在的成交就完全不配合 是的 我想今天你帶跌市 那你就叫成交多一點 但是帶跌市才成交多 對港交所來說完全是 那當然 已經有再回到300元 但是距離上次的位置280元 其實都差不多還有20元的水 是的 撸港交所 會不會都可以一個深水 可以想一想的選擇 為什麼要撸它 不撸啊 撸美團 說了 因為港交所 反而我會被一個中長線的部署 我會等下它 是的 會不會又下2008呢 是三底 我反而會等 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完全垄断性的市场 在我们香港来说 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周期性的股份 另外我叫你没买优太 没买国美 因为它摆入明周期回来 很大机会 但是你说家义所除非无端端出了一个 另类家义所2.0 这个是没什么可能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家义所 它的走势方面是纳的 一定是纳纳的 但是你说跌幅方面的 它不够科技股跌得很厉害 不够科技股跌得很厉害 如果你说短线的 肯定是做科技股的 但是你说 当然你自己看情况 特别是如果用期权的话 你要小心点 因为现在月中下旬 就好像粉丝都说 刚才我们吃完糊了 现在整个指数已经僵硬了 我们俗称叫做什么 磨坦石 磨坦石 所以来说 大家都是要有一个准备 准备的 那会不会今天暂时来说 已经没什么要做了 今天来说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位置 已经是做完了 有得找东西做的 open rice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吃 我们可以 说到open rice 我刚刚看到成交榜里面 其实有一只都挺耀眼的 就是五号仔汇丰 是 今早早就曾经去过63.05元 再仓52周身高 是呀 现在逆市是靠稳 我觉得恒指能够上得到1.9元 它真的给了很大很大很大的力 是呀 这个是怎样看呢 我想它真的很强 这些东西那么强 我昨天说了和我的粉丝 就是说因为呢 上个星期有另外摩根大通出了那个业绩 那就是说 他对于那个的收购 就是年头三亿份 SVB 那些什么黄黄堂那些 每人吃一家 他和汇丰国吃了一家 他吃了英国的业务 是的 对了 接着看到就是说 本来他要给0.3个的撥肥 就是害怕你吐吐啰嗦 但是原来这些东西呢 他有0.9的income 那就是说 其实他的income是大了三倍 这个就令市场很惊喜 还有汇丰吃了什么 汇丰吃了SVB SVB英国 所以那些人就冲击 哇 旁边那个吃完赚三倍 他会不会都赚三倍呢 所以其实他的市场是会对他有些的 衷敬 还有他今天升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他又不算行得很急和很快 他一直都不急的 那你做期权的爆炸力就会比较低 不做期权的 一直都不做期权的 征股 征股的 还有不做胆 这一种很多人问我做胆 不做胆 还有我经常都说 你想想我们的港股 在年头连跌了几个月 你看到汇丰是今年4、3月中 一直是一个很明显的上升轨 你肯定做胆 你会死亡得很惨的 我也是说 还有衷敬他有派息 是啊 因为他现在贵贵派 阿婆又很衷敬他派息 所以这就是中线 但是如果2888渣打呢 是不是有些不同 渣打呢 其实他的义务方面 或者是全球定位性 和汇丰是不同的 你走势方面 你看到渣打很明显 没那么强 虽然是一个上升轨 但是你看到还没太補得回 而且你说论成交或者衍生工具方面 其实汇丰是强很多的 但当然渣打作为这个龙头的银行股 都不会太差的 这个就是银行股 另外一个金融类股 我不知道阿豹怎么看 就是有帮保险1299 其实他本身没有一个很大的明确方向 但我经常觉得他比指数 用来没有高龙低的一个工具 还有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买保险 不知道你有没有问 都要做什么 美金单 所以其实那个美匯对他的影响很大 但他这段时间又不算跌很多 他不算很多 是一个横行H-Chang 打横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所以这一只都不是我的太大做方向焦点 因为他的方向是很缺乏的 我自己认为 那如果是正股呢 正股来说 你说相信他明年那份业绩 这就是中市的部署 我认为他会上红帝 他一定会上红帝 但一定不是那个 说现在说完立刻冲药 明天到 不会了 你要慢慢等 其实整个保险行业来说 各两人只喜欢买两间公司 第一是保诚 第二就是油邦 所以龙头来说是绝对有优势 如果你说近几年 为什么通关之后的表现都不是很好呢 最主要是什么因素 就是说加息因素 各位观众 为什么 因为他很多做PPM Policy Financing 牵涉到的杠光 自贷 一个利息增长 对于他的盈利蠶食 或者给客户 百分比率 是差很远的 甚至乎 为什么这几年 他的增长不太厉害呢 通关之后 就是说 前几年我买的单 我还在亏钱 你还认为我买新单 我怎么帮你买 所以其实这个是他的小痛楚 但我认为随着上个星期出的CPI PPI是有些降温了一点的 OK 他对于他未来的前景 可能说是一年之后 是相对好的 我自己认为 但现在还是一个熬着的阶段 熬着的阶段 你买这些就是信仰派的 还有我觉得另外一个因素 也要看内地的 其实友邦都很锐意 就是想打内地的市场 他们都会想 抢多些内地的保单 还有你想想 我们保单五大收益 第一是人寿 第二就是那个危责 然后住院 然后意外 然后还有年金 其实你想想 人寿或者这些概念 很多时候都是说什么 传承给下一代 但我们中国的出信率 是1949年以来最低的 其实如果你说再长一点 刚才说一年之三年的干净 你说我十分之后的 其实你说是否不停的增长呢 好像腾讯增长的时候 我觉得它就没有了 因为人口红利 开始下跌 还有我都不生小朋友 我买人寿的那个 誘因就很低的 是不是 嗯 不过就是 但是我们看的就是 很中长线的一个看法 这个就是友邦 但是如果内地的保险股 那个想法就完全不同的 内地的保险股 那些就真的纯粹看回 内地的股市 或者内地的经济 是啊 没错 其实如果你说 人寿还是买友邦 我一定不用说买友邦的了 是啊 你见到人寿很明显 是一个很大人的下降轨 打着下来 还有它可能会再穿上去 那就是你见 之前炒中特股嘛 是啊 中特股 我经常都说 你所有的概念 中特也好 红海也好 其实这么多的经验 我也是跟粉丝说 就是说 这些只是有概念 就是跟李强说的一样 都是炒个概念 Happy一会儿 拜拜的了 就会 是啊 Donald the Gray 我记得也是你的粉丝 他就问煤气 煤气 三号仔 六个半有货 如果纯粹打算做修息策略的话 现在保持住它行不行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保持住它 你记得现在是多少 都五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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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这样 正常啦 但其实我觉得 那些什么煤气啊 港灯疫情之后 都没有修息神话 很多人都是赚价修息 不是 赚了个息 蝕了个价 然后围不到屁的人 因为你见到它 也好 它煤气也好 港灯也好 它那个跌下去是差跌 如果做期权 做被动收入十厘 我会用回 我比较喜好的 内银等等的板块做回 嗯 但内银现在是否一个好时机 因为内银之前就经历了 就是我记得就是 刚刚两个星期前 是 派息那一天 然后高盛有份报告 不是唱衰些内银的 然后被人不断去打算 那天这个股价都急跌了很多 那你见到工行 建行 和这个中行 随正那天之后都急跌 但是之后呢 其实我们见到股价 都有一种未止射的情况 但是呢 内银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一年才派一次息 是啊 那是否不需要急于在现在这一刻 先去做报处 还可以等一等 其实不需要太急 而且你做一定是分段 OK 因为你的市场现在 其实在19,000点 OK 距离我们的年低位 18,044 以及之前那些大低位 15,000,16,000 其实都很大的距离 所以你说现在大举报处 肯定不是一个时候 我自己觉得 嗯 好 那大家留意 但是你选择的也是选择 是呀 没错 好 那我们最后答案 Earnest的问题 比亚迪电子250 亦市今天都升半城国外 因为呢 它们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盈利预警 那预期呢 它们中期顺利 按年最多会有超过一倍的增长 那股价上了上来了 那Earnest问你 炮姿你怎样看这只股份 其实你见到今天就算裂口上了来 它升幅也都是收集了少少少 躺了三个高位 但是你说这只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上蓝炒的 即是无论炒正股位 炒衍生风具方面呢 都是比较上蓝炒少少少的 但是你说 其实随着它妈妈比亚迪来说 它有些的优势 或者在谈碰上面 有些的 有点的 但是你说 短炒 你看牌炒的 就真的要看牌炒 而且我比较着重 今天的收市价 会否可以咬上今天那些高位 即是如果连高位 即是27.3 是的 27.3也站不到 押着26元收 那死也不要醉了 明白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因为大家知道昨天打风 原本逢星期一 就有港股搭席卵在之后 但是因为昨天打风 所以我们就将节目 就迅延到今天稍后时间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稍后有司神陪大家 港股搭席卵 今天的中环财经连线 先暂时谈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两个时间 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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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